他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将有资格取消你这门课的成绩 嗨 我是塔塔拉 现在是7月27号的早上6点52 外面天还黑着 我昨晚情绪不太好 一宿没睡 所以我就想着我去洗个澡 然后过来跟你们聊聊天好了 你们看到我可能一周没有更视频 但其实我已经有三到四周没有拍视频了 这段时间为什么停了呢 是因为在这小一个月里面 我的情绪经历了非常低落的一个时期 我其实想了很久要不要拍视频来跟你们说这个事 因为感觉我在视频里面的形象 一直是那种很积极很快乐 事实上我也一直是那么个人 但我后来一想 其实没有人是永远快乐 不管你们现在正在看的up主 还是那些电视里的喜剧明星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黑暗的不高兴的时光 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发现调节这些情绪 然后尽快的从那里面走出来 所以拍这个视频一方面是真心的想跟你们聊聊天 再一个就是希望我自己的心动历程 还有我采取的一些措施 可以给跟我一样正在经历不太好情绪的宝门一些帮助吧 我知道疫情之后的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人的情绪都不是特别好 但我想说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走出来的 现在说我这三个星期怎么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只是感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压力都特别大 在这三个星期爆发了而已 如果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 应该由于知道我二月份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为了能赶上国外的岸石开学千里迢迢地跑到澳洲来 但是到澳洲正常上了两个星期课之后 澳洲的疫情又爆发 所有的课所有的大学都停了 所以其实从一月底到现在这七个月以来 我基本上没有出过家门 我不知道你们疫情期间也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一直在家里憋着 就变得越来越自闭 越来越自闭 然后就非常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 好像你自己的世界被无限放大了 所以你的焦虑就越来越强烈 而且没有办法控制 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一个很致命的原因 就是一月份我从北京来到澳洲的时候 北京是冬天 等到了澳洲之后 因为南半球的季节是反的 所以我现在还在经历冬天 而且澳洲的冬天是那种 会刮风下雨 天气昏暗的冬天 就让你觉得 人生没有希望了 还有就是我这学习点真的特别贝 我们一个学习要选三门课嘛 结果这三门课真的都神了 一门课的老师本来说 每个星期要交三百字的小作文当作业 结果真正开写的时候 他突然说 你写三百字呢 只是一个及格的分 如果你想拿稍微高一点的话 你就要写一千 就等于我每个星期的工作量 突然变成了三倍之多 第二节课是贯穿整个学期的小组作业 我真的很讨厌做小组作业 如果在一个小组里面 我是比较弱的那一份 我会觉得很自责 但如果我是那个组里的大腿 我又会觉得凭什么呀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被随机分配到 一个特别合适的小组里 第三节课更更更更更扯 我这节课的老师 是学院里面出了名的 严格要求特别负责任的老师 结果好巧不巧 这个老师的电脑坏了 现在除了正常的教育系统上 每个星期都会更新网课之外 我们跟老师几乎失去了联系 我跟你说这三个事 哪一个在学院里面 都可以被称为佳话 然而三节课 被我一个人在同一个学期遇到了 我心态不崩 谁心态崩 与此同时 在我课的压力非常大之机 我这个学期还非常不自量力地 承担了两份工作 这两份都是我千辛万苦才找到的 跟我的梦想 性教育事业相关的工作 但是正因为我对他们的期望非常高 所以当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 或者我的状态 没有达到那个最佳标准的时候 我对自己有一种非常自责的情绪在 虽然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如期进行 我也都完成了我该做的工作 但我总感觉 我本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没有 而且我不能 我相信了解我的宝宝都知道我是那种规划性很强 而且一定要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那种人 但虽然我把自己的生活塞得太满了 以至于我上课那边稍微出了点差错之后 我整个工作还有生活学习的平衡全都被破坏了 这种感觉会给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觉得这种无力感是我焦虑的来源 而这种焦虑是我的情绪逐渐低落 逐渐走向抑郁的起点 不实话心情不好甚至情绪崩溃都是常有的事儿 但这次我为什么觉得不一样非常严重 就是因为我这种情绪的崩溃是一步一步坍塌的 而不是一下崩溃的 这种一点一点被吞噬的感觉非常之可怕 我当然表现是什么呢 一开始只是正常的压力 这种心理上的焦虑慢慢又转化成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感 比如说我会失眠 会做噩梦 会动不动就想哭 这种不满于现状而又没有动力改变现状的感觉 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这种感觉一开始萌芽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对了 突然想起来我洗完澡之后没护肤 我情绪崩溃的这三个星期里面 其实还有几个让我爆发的点 第一个是我有一个特别快乐的韩国朋友 他一月份的时候还来我们家玩了 当时我爸妈还觉得 哎呀这个姑娘性格真好 感觉永远都是笑着的 然后永远都特别外向 特别开朗那种 结果就刚好在我情绪低落的这几个星期里面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真羡慕你永远都那么快乐 结果他突然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已经看了八个星期的心理医生了 我听到这句话是我脑子疯了一下 就好像他说出来 抑郁和心理医生这两个词那一刻起 我和抑郁和心理医生之间的薄膜就被撕破了 我好像就突然暴露 或者我不得不承认 我目前也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 而这个情况比我想象的糟糕很多 第二个让我爆发的事情是 我那段时间一直睡眠不好 好不容易有一天 我决定吃退黑素早睡早起了 睡到凌晨三点突然惊醒 看外边天是黑的 然后我突然就崩溃了 突然就坐在床上开始哭 我说为什么我永远都不可能在清晨醒来 为什么我永远都见不到阳光 第三个爆发的点其实就是刚才 我刚那晚上没睡着 其实跟我这整段情绪已经没有关系了 现在已经跳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事了 但我还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种心情 因为我刚刚跟大哥说的时候 他不是很理解 就是我有几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好多年以来 我们所有的人生大事都是在一起度过讨论的 我们所有的生日都是几个人一起过的 但是今年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经历了这个很痛苦的阶段 我把六月份我最好的朋友的生日给忘了 过了快两个月了 我突然想起来 糟了我没祝他生日快乐 这是我跟大哥说的时候 大哥就觉得 嗨 忘了生日吗 他也不会在乎的 你们俩关系那么好 但重点在于我觉得 他在不在乎是他的事 但是我作为最好的朋友没有去祝他 我真不学东西 OK 讲完了悲伤的一部分之后 终于可以进入到 我当时是怎么调解我种情绪的 我当时真的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 就是如果我再这样下去两个星期 我绝对就会有抑郁症的症状 这时候我觉得我还得提一嘴 就是抑郁是一种情绪 而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如果你长期的处于这种抑郁的情绪中 你才有可能转变为抑郁症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方面是 不要太快给自己下诊断 不要觉得我稍微有点低落 我一定就是抑郁症了 这种心理暗示 其实会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 如果你真的长期在一种很不好的情绪里面 也不要太过于轻视它 OK 那继续来说 当时我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非常快的就嗅出了我这种抑郁的情绪 如果先让我来总觉得 我的抑郁的情绪和平时那种压力和焦虑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平时的感觉是 哎呀 我怎么干不完这个了 我要考试了 我怎么还不会啊 是一种很着急 但是又想做好 想做出改变的状态 但那种抑郁的情绪是 外面是黑暗的 我的心也是黑暗的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或有一种特别消极的恶性循环的感觉 如果大家经历过同样的感受 也可以在这儿分享 我就把我们的感受分享出来 当别人遇到跟我们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就能比较快的做出反应 在我识别出了我的不良情绪之后 我刚才第一件事是跟大哥说 对不起大哥 我最近可能要发脾气了 事实证明我这样的预警非常管用 当大哥察觉出来 我有什么情绪不对的时候 他会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 然后过来安慰我 开导我 或者跟我聊聊天 我觉得这种正向的沟通特别管用 如果你们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生活的话 我觉得提前告知他们你的心理状态 也非常的有必要 一方面减少摩擦 另一方面也许他们也真的能帮助你 第二个我当时做的事 虽然当时对我有用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的 就是我把自己给灌醉了 我知道我当时会醉 我也知道醉了之后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当时就是太不想面对那个现实了 我觉得我每天活在黑暗的情绪里边 还不如不省人事呢 我就疯狂的喝香槟 然后抱着大哥边哭边吐 说实话当时的那几个小时是非常快乐的 有一种我可以戒酒撒疯的感觉 能把平时压抑在心里的情绪全都爆发出来 但如果你每天都沉浸在这种醉酒的 不真实的世界里的时候 我觉得事情会越来越差 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需求的话 也许尝试一次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过度饮酒 第三个我做的事就是立刻换环境 我之前视频也跟你们说过 大哥是那种夜里四五眼中才睡觉的人 跟着他的作息 我一天到晚都见不到阳光 所以我赶快就搬到了宿舍里来 事实证明 当我搬回来开始调整作息 开始每天早上出去走一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之后 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在情绪变得越来越积极的时候 我做了第四个事情 就是赶紧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在这个特殊的三个星期里面 我几乎停掉了我所有的网课和作业 就是处于一个 我根本就不打开电脑的状态 结果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三个星期的末尾 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主任发来的邮件 他说我们已经监测到你三个星期 没有参与任何课谈活动了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将有资格取消你这门课的成绩 当然就有一种闪电批到了我的头颅的感觉 立刻我就清醒了 然后我赶紧发邮件跟老师说明情况 再加上我自己非常努力的 在去补课 在去补作业 我感觉老师在慢慢的理解我 而且在尽量的帮助我 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因为心理问题 或者身体状况的原因 在课上耽误了一些的话 你去跟老师说 一般情况下都能过 毕竟老师催你给你上课 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学习 他不是以挂你为目的的 实在不行你千万不要自责 这不是你的问题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希望你们喜欢 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今天状态这么不好 一宿没睡觉 嗓子还是哑的 但是我觉得跟你们聊聊天 还是非常快乐的 而且觉得自己终于把所有的心门 都向你们敞开了 有一种交到了好朋友的感觉 下周开始我会继续恢复更新的 感谢你们等我 我是塔拉 我爱你们 啊 看之前人们 我们下周图的 谢谢大家